第二个我们来跟各位介绍所谓平面应变解 我们先告诉各位平面应变解的假设 不是假设YZZ等于YZY等于YZX等于0 这个不是假设 你们想想看 假设这个工作件的高度H是趋劲无穷大 那你们知道的 趋劲无穷大我们就可以假设是平面应变 但是真正趋劲无穷大的结果是什么 趋劲无穷如果H是无穷大 表示既然这个工作件是无穷长 表示我根本没有办法找到 它Z等于0是哪一个位置 因为你无穷长 你就不能知道哪一个是中间截面 因为你没有办法抵犯Z是什么 所以这是要真正的无穷大 那这个就会出现 因为你不知道Z底范是什么位置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UX跟UY就会跟Z无关 所以UX跟UY就只会方形of X跟Y了 你就等于说因为Z是无穷大 我们不知道Z等于是哪一点 那UX UY就会跟Z无关 然后UX因为是反对称UX就会等于0 所以H趋劲无穷大的话 就会导致这个结论 就会导致这个结论 而这个结论呢 你们后面看 它所变成的应变会变成什么 UXX还是等于UX对X为分 UXY等于UY对Y对为分 UXZ等于UZ等于1分之1的 UXXXUXY跟UXY是一样 那我们先看UXZ 举例来讲 如果H真正的是趋劲无穷大 我们就可以说UX UY只会方形XY UXZ等于0 所以会得到UX指方形XY 所以它对Z的为分等于0 UZ本来就等于0 所以对X为分等于0 所以会导致这个等于0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证明 UZY等于0 UZ等于0 因此它是这个样子 如果H趋劲无穷大 这个假设就成立 这个假设成立 我们就会自然会导出来 Z方向的应变 UZZ UZX UZY都等于0 所以当H趋劲无穷大的时候 我们先把后面讲 我们可以得到所谓的平面应变点 是这个原因 我们不是假设 我再强调一下 我们不是假设这三个等于0 这才是我们的假设 我们假设的是这个 是因为这个假设 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整个工作件的 UZZ UZY UZZ 都等于0 所以说我们这样子 在这个假设下得到的解 我们叫平面应变解 这是各位第一个要把观念 给它重新修正一下 我再强调 我们没有假设这个东西 我们假设的是这一个 当H够无穷大 H越长 这个越有可能 越接近真实 如果这是OK 自然而然就会推出这一个 那依据 上面这个应变 我们来看 我们的应变 也就等于说 我本来有六个应变公式 应变跟 还记得我们讲 我们的高奔尼亏计有15个 其中应变跟位移的有六个 那现在呢 剩三个 剩三个应变位移的公式 另外三个自然等于零 所以我的高奔尼亏计 剩三个 而这三个呢 刚好是平面的 因为你不要忘了 UX跟UY 都只是方形ofXV 所以我剩三个公式 然后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 我们这六组 我们反正公式是六个 应变位移的公式 六个应变应变的关系式 还有三个 维分方程式 我们现在就要看 在这个假设之下 那15个方程式会变成什么 所以第一个 六个应变位移的关系式 变成这个样子 有三个是零等于零了 第二个 我们看应变位移的关系式 假定是 isotropical material 我们可以 我们第一个 我们看 Sigma XX 等于浪达 乘上一个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 潮写的Q 乘上浪达Q 再加上两倍的μ乘上 AptionXX 而其中这个Q呢 事实上就是AptionXX 加AptionYY 加AptionZZ 加AptionZZ 然后 那SigmaYY 可以写成类似的 SigmaZZ 也可以写成类似的 然后SigmaXY 就是等于两倍的μ乘上 AptionXY等等 这六个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 不要忘了 我们这个Q 本来应该是等于AptionX 加AptionYY 加AptionZZ 但在这个假设之下 我的AptionZZ 等于零 所以Q只剩下AptionXX 加AptionYY 所以我应该写来这边了 好 那这会变成什么结果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 如果本来单程就这样子 但是因为AptionZZ 是等于零 所以 我们看SigmaZZ SigmaZ 应该是等于Long 乘上AptionX 加AptionYY 再加上AptionZZ 可是AptionZZ 等于零 所以就变成这个 然后应该加上两倍的μ乘上AptionZ 可是还是等于零 所以SigmaZ 所以SigmaZ 等于Long 乘上这个东西 我们先写 把这个写一个 SigmaXX 是等于Long AptionXX 加AptionYY 加上两倍的μ乘上AptionXX SigmaYY SigmaYY等于Long 乘上AptionX 加AptionYY 加上两倍的μ乘上AptionYY 你们看出来没有 SigmaZ就等于这两个 而这两个还是等于这些 所以很明显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给各位看 这个会跟这两个有关 也就等于说 通常来讲 SigmaXX 跟SigmaYY 还有SigmaZ Z 应该是independent的 互相无关的三个正义力 可是在这个假设之下 SigmaZ 不是独立的 它不等于零 它可能会跟SigmaXX 和SigmaYY有关 我们再会给各位看 我们只是告诉各位 因应变的关系是这个 这边有六个 实际上呢 因为 AptionZX跟AptionZY等于零 所以SigmaZX跟SigmaZY 也等于零 这就少掉两个 然后 这边有一个SigmaZ的关系 但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关系是可能用不到 因为SigmaZZ 可能 我们再会告诉我 它会Function of SigmaXX跟SigmaYY 它不是独立的 所以 这边的六个 因应变关系是 也只剩下三个 一个是SigmaXX 一个是SigmaYY 一个是SigmaXY 其他的三个 有两个是零等于零 另外一个我们是用不到 所以也只剩下三个方程式 在这个假设之下 好 最后还有三个方程式 就是我们的平衡方程式 如这边 所写的 这边呢 我给它偷了一个篮 比如说第一个平衡方程式 我们真正的平衡方程式 应该是这个 这个就是body force 若是密度 这边我们把它 整个这个body force 这个B呢 事实上就是重力加速度 就是G 就是G 若乘上重力加速度 就等于比重 比重就是每单位体积 所受的重量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body force 这个跟前面用的方法 有一点也不知道 这个是我们的密度 这个body force 事实上指的就是G 重力加速度 合起来就是比重 也就是我们每单位 面积传送外力 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I等1的时候 我方程式应该是partial sigma 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前面已经知道 因为fzx等于0 所以这一项不见 就变成下面第一项 那I等于2呢 一类似 就变成这边的第二项 I等于3呢 I等于3呢 I等于3 应该写成是这个方程式 sigma zx对x为分 加上sigma zy对y为分 加上sigma zz对z的为分 再加上low obg等于0 但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等于0 所以它为分等于0 sigma zy等于0 它为分等于0 sigma zz不等于0 但我们就讲了sigma zz 事实上 这个sigma zz是从y而来的 y从从u来 你们不要忘了 ux跟uy都只是function of x跟y 所以sigma zz也只会function of x跟y 因此它对z的为分 也是等于0 而且我们也讲了 边界条件 不能有自己方向的badi force 所以第三个平方阵式 是0等于0 因此只剩下你们在荧幕上 看到的这两个 好 我们到这边为止 我们给各位总结一下 如果工作件的h就厚度很大 趋劲无穷大 这个假设会成立 这个假设成立 我们原来的15个方程式 会只剩下8个有用的 这三个 另外三个是0等于0 没有用了 这边也只有三个 是sigma xx sigma yy 跟sigma xy的 另外三个有两个0等于0 另外一个sigma zz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 我们刚才已经有讲 它可以从sigma x 跟sigma yy求得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三个平衡方程式剩两个 所以总共只剩下 8个方程式 而这8个方程式 你们看 就是二维方程式 因为它通通只跟xy有关 而这8个方程式呢 引挖辅了什么变数 这8个方程式 这8个方程式 可以解ux yy 然后可以解yx yy 可以解sigma xx sigma xy sigma yy 这8个方程式 这8个方程式 可以解除这8个答案 但不要忘了 我们总有15个变数 扣掉这8个 还有7个 这7个里面呢 这边有一个u z 然后这边有 y z x y z y y z z 这边有sigma xy sigma 对不起 sigma z x sigma z y sigma z z 这8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解除这8个 但另外7个怎么办 可是不要忘了 我们刚才讲的 我一直知道u z等于0 这3个我也知道 都是等于0 这两个我也都知道 等于0 所以我们现在 唯一还不知道 就是sigma z z 我们还不知道 是sigma z z 所以你们看出来了 我前面h趋近无穷大 因为这个假设 我15个govening 可以简化成为8个 而这8个 可以解除 左边的8个位置数 那另外7个呢 有6个我们都确定 它是0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假等sigma xs 加sigma y yy 这反过来做 那 我们下面写了 这是一粒因币的关系式 所以sigma xs 加sigma yy 就会等于两倍的浪打 y x加y y 因为不要忘了z等于0 再加上两倍的mule y xx加y y 因为我写在下面 直接带你们就知道 所以把这两项加起来 就等于两倍的浪打 加上mule 记得浪打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lams modules mule就等于简历魔术 等于两倍的浪打加上mule 乘上y x加y y 可是我们这边也讲 sigma zz就等于浪打 乘上y x加y y 所以我把sigma z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而我们又知道 poison ratio等于这一个 刚好是这个的笔值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这个结果 因此 sigma zz 我也是知道的 它等于poison ratio 乘上 任何一点 我的sigma zz 都等于我的poison ratio 乘这个值 因此我们15个答案都有 这个就是假设h 奇菌无穷大 这个意思就是说 假设h奇菌无穷大 我只要解这八个方程式 而这八个方程式 因为都是在同样 xy平面上 所以我只要解中间截面上 解这八个方程式 然后 我其他的七个答案 六个为零 不为零的就是这一个 那这边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件事 如果是平面应变解 也就h奇奇菌无穷大的时候 sigma zz就不是独立的 它等于view乘上 sigma xs加sigma yy 你只要知道sigma xsigma yy view你就会知道 这就是平面应变解 坏消息是 也因为这个式子 你们还记得 我们讲过 工作键的两端 sigma zz要等于零 可是工作键的两端 sigma xs跟sigma yy 不一定等于零 所以 这个结果使得这个答案 没有办法满足工作键两端的边界条件 因为我们要求sigma zz等于零 也就是除非 你算出来的答案 除非你算出来的答案 在这个工作键的两端的时候 是刚好任何一点 sigma xs跟sigma yy都等于零 那你就可以说 你这个平面应变解 是exact流行 它应该跟实验的结果很像 反过来说的话 只要这边有一点 这个条件不满足 你这个答案 就是有误差 它会跟 因为它很明显 你的这个答案 不满足我的边界条件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如果材料系数的 view等于零 ponsum ratio等于零 那 这个也会是一个zack solution 可是当然你们知道 没有这样子的材料 ponsum ratio永远不会等于零 所以这个只是数学上的说法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平面应变解 也就得说你要当做平面 你一个工作键很厚 你要把这个平面问题 当做平面应变来考虑 也就得说 我会把15个材料理亏信 简化成为8个 我会解除8个位置数 另外7个呢 如这边所示 这就是我们说 这次刚刚的汇整 如果 我们解这样子的边界值问题 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整理出来的 剩下不是零等于零的8个 然后配合这个位移 跟traction边界条件 再加上sigma-zg等于view乘上sigma-xs加sigma-yy 得到了解 我们就叫做平面应变解 但是通常它会跟实验值有误差 它会跟实验值有误差 因为我们在两端边界条件没有满足 我们在两端的边界条件没有满足 也就是说 因为我这边所得出来的答案 通通跟Z无关 我们举例来说 真正意思就是类似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解出来的答案 都跟Z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我实际上 假定这是工作件的厚度 这是2h 因为我们解出来的ux 我们就拿ux来讲好了 我的ux都跟无关 所以我们解出来的答案 是假设ux可能都是这样子 大小都一样 这是它的位移 可是实际上 实际上 我们说假定这是sigmaxx 可是实际上 它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形式 实际上工作件 sigmaxx会跟这个Z有关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会有变化的 那这些就是它的误差 如果你解出来的sigmaxx加sigmay 在两端点是等于零 那就代表 这个工作件 在这种边界条件之下 它每一点的位移应力应变 就都跟Z无关 这个答案就会变成 Planetstrand手流区 就会变成一个Z手流区 但一般来讲 这种情绩很少发生 所以平面应变界 通常不是一个Z手流区 会有误差 这是我们这边说的 必须要sigmax加sigmay等于 或view等于才有可能 好 你们既然知道了 平面应变界 什么叫做平面应变界 我们再强调 它是基于 ux跟uy和z无关 以及uz等于零 这个假设而来的 而不是假设 xzz yzx yzx yzy等于零 好 我们看看 这个误差 有没有办法修正 我们现在假设 u epsilon sigma 这个是一个平面问题的标准答案 正确解 u plus epsin plus sigma plus 是我们的平面应变解 那这个相减 我的u信号 epsin信号 跟sigma信号 就代表我的误差 然后这个解呢 我们把它叫做 resigual problem 反过来讲 你能够得到等号左边的答案 你就修正了 因为这就是 这个 这个就是两个标准答案 跟你平面应变解 之间的差值 那依照我们前面讲的 sigma position 我要解这个答案 就要知道这个的边界条件 而这个题目的边界条件是什么 就是这个的边界条件 减掉这个边界条件 就是等于 意思是我的resigual problem 就是等于我正确的 平面问题的减 减掉我平面应变的减 那边界条是什么 第一个侧边 这两个侧边 平面应变解的边界条 侧边的边界条件是满足的 所以两边边条件一样 因此我们在l 是sigma信号等于0 第一点我先讲一下 一般来讲 这是理论上 可是这个不见得好做 但是在一个状况之下可以做 如果l1是等于空集合 也就是 假定我这个平面问题 没有位于边界条件 只有应力边界条件 没有位于 唯有位于边界条件 只有应力边界条件的之下的话 那 我这边的问题 等于这两个的边界条件相见 第一个只有应力边界条件 所以我在l sigma信号是等于0 然后我在两端 我们在两端的时候 sigma zx跟sigmazy也是等于0 只有sigmazz不等于0 所以我的 在两端的边界条件变成sigmazz 应该要等于负的view 乘上sigmaxxplung 加sigmayyplung 就是我的平面应变解 所得到的 但不要忘了 理论上这个数据 我们是知道 因为我已经把平面应变解出来了 所以你们看 我这个铝锡球普老板 记得铝锡球普老板 就是我的误差 我的铝锡球普老板 变成了一个radic ceiling的 侧面不受力 只有两端有受力 那这不就是我们第六章 所讲的beam problem 第六章的量度问题 就是这样子 参与不受力 两端受力 所以我现在知道 我的铝锡球problem 就是等于什么呢 依照sigmaz的边界条件 我的两端 fx跟fy是等于0 fz就是等于我的sigmazz 对a的积分 但不要忘了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因为我知道sigmax 也知道sigmayy 同样的道理 mx等于y乘上sigmazz积分 也是知道的 my等于负的x乘上sigmazz的积分 也是我们知道的 mz是等于0 因此我们这个变成了 那个一个好像一个梁 承受一个轴向力 跟两个方向的bending moment 那就是我的 旅行有problem的答案 可我再强调 会变到这个边界条件 第一个是 我们的l1等于空气和 我的平面问题 没有位于边界条件 好 那我们为了要把第六章答案 顺利的带进来 我们这边有两个 我们这样开始 我的原点 要选在sentroid的 重心 截面重心 我的xy坐标 必须是我的主轴坐标 因为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在第六章 谈到bending问题的时候 我们选的原点 就是重心 主轴 xy就是主轴坐标 才会得到我们的答案 所以我们现在 把坐标这样子选 我们就可以直接 把第六章答案 带上来 依照superposition的理论 因此 我的旅行problem 也就是我这个误差 的答案 就等于同样的一个工作件 承受了 一个force 两个bending 那答案什么呢 第一个 承受force 轴向力 那最终我们直接 从第六章超来的 这就是轴向力的答案 第二个 如果承受的是 y方向的bending moment 因为那是我们第二 先写的是y方向 就是假定有一个my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答案 直接造超 第三个大家要注意了 我们第三个bending moment 是承受在mx方向 那我们前面第六章 只教了y方向 那我们怎么把 x方向的答案 y方向的答案 转换成为是在x所受的 我不要重做 右边的这个框框 就是我们刚刚上一页 承受my的答案 我怎么样从my的答案 找到承受 现在moment 是承受mx的答案 你们看 这边 左边 是我原来的坐标 y朝右 我们再画一次 原来 我们的坐标 要是这个x朝下 这是y z是朝向直面 那我们是在这边 有承受一个bending moment 我们得到了 我右边框框的答案 那我现在是要在这边 承受一个bending moment mx 那很单纯 我是这边 我就假想 我把这个轴 反时针转90度 如果我把我这个 这个right ceiling的 反时针转90度 它的相对坐标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转过去 这边就是x 那这个位置呢 事实上是原来-y 所以我们知道 而我现在还是一样 我就在这个方向 有一个bending moment 这就是mx 所以我知道 我只要把这边 得到的答案 原来里面的y 用x带 原来里面的x 用-y带 就会得到这个答案 我们拿位移 来给各位举例子 你们看第一个 右边框框 右边框框的ux 所以这边得到了ux 这边是承受my的 这是承受mx 右边的x方向的位移 转到这边 我们已经讲了 x会变成-y 所以这边会变成 负的uy的答案 负的uy的答案 因此你们看 这边的第一个ux 是正的 这边的uy 就变成负的 然后这边是 原来是对y取的i值 这边呢 就是对x取的i值 这是召唤 那这里面都是平方 然后这个里面 z就是z 然后x平方 就变成负y平方 y平方变x平方 所以我们得到了 这边的uy 但是唯一的 这边是正 这边是负 就这样子过来 第二个u2 也就这边的uy 因为这uy是等于x 所以 我的uy 也就是等于 这个地方的ux 然后呢 我要注意到了 原来这边是alpha n4 x1还y1 原来 我在y方向的位移 是等于 poisson ratio 乘上xy 那这边来讲呢 就代表在这case之下 我x方向的位移 也是等于poisson ratio x我们刚刚讲的 x变成负y 所以等于负y 乘上x 所以变成负的view的xy 因为y要变成正x x要变成负y 然后最后 然后最后第三个位移 uz 就是等于uz 因为z我们坐标没有转 然后嘛uz 是等于负view yz 所以这边的uz 还是等于负的view 负的view 那y变成x 所以变成负view x z 这就是我们的 那印度我就不讲了 印度是类似的 这我们今天讲的 我们算在第六章程 告诉了各位 如果给了一个m1的bending moment 我们算出它的位移跟印度 那这边呢 只告诉 万一实际给了一个mx 的bending moment 我们答案照样可以算出来 只把x跟y做一些换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第六章 有谈到share force 也是一样 我们在share force那边呢 只给各位一个x方向的 share force 算它的答案 如果share force是y呢 依照同样的观念 同样的转换方式 所以这个 怎么样从这边 转到这边 各位可以仔细看一看 所以 我们现在理系有problem 一个外力 两个bending moment答案都知道 所以把这三组答案加起来 就是我理系有problem的答案 因此很啰嗦 但是 这个就是平面应变解 跟实际的解 或者所谓跟实验值的误差 当然我再强调一下 这一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 我L1必须要等于空集合 我才会得到这个 如果L1不是空集合 我们没有办法 这结束了我们第一个 所谓的平面应变解 所谓的平面应变解 我再给各位很快的 大家不要搞 很快的 基本上 如果一个平面问题的厚度是趋近无穷大 这个假设就成立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那 15个gobending question 我们可以简化为8个 8个解8个位置数 另外7个位置数呢 7个位置数 6个为0 最后一个sigmaZG4等于view 乘上sigmaXS加sigmaYY 也就是说 我所解出来的答案 不是只适用于中间那一层 适用于全部三维的 只是我们假设每一个答案都一样 但是因为这个 它跟边界条件不合 所以它会有误差 然后 我们的误差 要解除它的误差 我们叫履息球problem 如果L1等于空集合 我的履息球problem 就会变成7 nuts的problem 那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误差 给解出来 如果 有位移边界条件 那就很麻烦 那就你不见得可以 找到它的误差 OK 这么直讲 如果一个平面问题 只有引力边界条件 厚度又够厚 你可以当平面因边来解 而且它的误差 你可以找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平面因边 所以大家能见到 平面因边解 指的 指的不是假设 因边等于零 它其实是假设的是位移 我本人要在这 farm 无所谓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